今天是为开放的第二天 有很多入价都当中近两个月时间 总是又看到UK主门 不过这两天UK人数并没有拥有 甚至十几金头子就算了解 可见有很多民众有完心态很保守 这段时间的话 来客量像昨天 也没有什么人 差不多一二十个人 亏损在做 亏损在做的话 我预计是在我 料想之中 依据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延续到半年亏损 那我们心里也知道 不开放也不行 要开放 团队里面的团队也表示 甚至不知道怎么说 一方面希望大家不要待遇 一方面为了生活 也是希望可以有更多UK 现在总共也只能等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是最高限额是 最高限额是500人 那我们平常 以前平常的话 我们也是差不多几十个人 那我们最主要是说 银鱼要靠礼拜天 来打平平常日 那下雨的话 那更少了 台风天那不用讲 所以做旅游景点的话 也是蛮辛苦的 为开放不代表开放 也不是开放 目前已经有完四三个的境界 民众在出门的当时 也会给你尊肃 向他的规范 难题是无聊三个 赶紧啊 蔡宝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